今年呢 电商在二手车领域可谓是大房异彩 那么究竟给二手车市场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的记者也是走访了上海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来一探究竟 在上海浦东 旧纪录车交易市场虽然是工作人 但仍有一些消费者前来购车 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 不少消费者是通过互联网寻找车员 在联系线下的经销商来咨询看车 多数是在网上先筛选一下 然后有重义的 比较合适的 然后再到实体店去看 二手车电商发展迅速 从今年初开始 多家电商集中发力 在全国不同城市的二手车市场加速布局 冠杰二手车超市是一家实体二手车经销商 除了常规的展厅销售以外 还通过互联网渠道拉拢客源 他们到店了 直接就是说针对我这台车 他看中了 直接就下单了 就是说当中的一些环节就变得很顺畅 但相比以前有的客户上门 他看车在定价 还是持有一种比较怀疑的 今年前8月 去款二手车交易量为610.1万辆 同比增5.5% 随着二手车市场的增长 二手车电商也将成为一块大蛋糕 优信二手车是全国最大的二手车平台之一 近来也加大了平台推广力度 为了解决中国二手车交售的不透明 降低消费者对二手车的顾虑 优信推出了无重大事故承诺 同时也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专业的机车摄影棚 帮助各地的经销商更加直观地展示车辆 通过与互联网金融企业合作 推出多种购车方案 允许消费者以经销商报价一半的价格提走车辆 在消费者的购买的过程中 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车员的选择 可靠的车况的保证 那么我们帮助经销商呢 就是更准确更有效地找到他的精准客户 帮助经销商能扩大他的整个库存周转 通过推出负一半我们的产品 那么帮助消费者能更快地 能更方便 以及更好的资金支配的形式 去让他去购买到一台自己喜欢的一个车 随着二手车电商的纷纷加入 要赢得用户信任 不但要通过完善服务 提升用户体验做出口碑 以往的传统二手车交易模式 常常被诟病为不透明不专业服务差 互联网企业加入到二手车市场的竞争 加速了市场的透明化规范化 也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